然後另一個讚賞在立法院 因為這個賴清德總統昨天親上火線 宣布這個對於國會擴權法案 在未來要申請釋憲 而且還要提出暫時處分 藍白都大抓狂 連柯文哲都跳出來 用希特勒來形容賴清德 所以看得出來 藍白似乎真的很怕這個提出釋憲 徐薇怎麼看這些狀況 賴清德總統昨天對於提釋憲案 這件事情有沒有 他有寫了一個簽結 簽文裡面在告訴你說 在大法官沒有做出釋憲文之前 有沒有 不以貿然做出任何的舉動 你不可以有下一步動作 你敢動對不對 這也當冷靜 對 因為他很想跟藍白講說 你大法官還沒釋憲進行 你叫我去立法院 那個什麼 國情報告被質詢 不可能 被詢打 那就不可能 可是現在這句話有沒有 就讓藍白就已經炸鍋了 對不對 你的意思是說真的要聽你 而且說實在 他們會質疑說 賴清德總統你在宣布 視線的同時有沒有 你是不是對大法官下指導期 對不對 因為你視線不通過正正 你不可以跟他頂張 對不對 意思是說我這視線我們過的 對不對 所以藍白他們就開始 開始賣賣賣 你視線我們過的 對不對 接下來怎麼辦呢 所以我要掀發 掀人 對 掀聲奪人對不對 像你看王宏偉就講啊 哎這畫面簡直荒謬可笑 你現身災難 你確戰雙標土皇帝 對不對 意思是說你用總統的職權 有沒有 下令略大法官不可以亂動 而且你要視線文 你要照我的意志來 來那個 那到底是不是這樣 我們不知道 對不對 所以他講說 賴在視線記者會面前 公然表演違憲 對不對 他表演雙標 那另外羅志強講什麼 他說世界上有兩個賴 兩個賴清德 不是我們那個賴 對不對 一個在半年前選總統的時候 告訴大家講說 國情報告是憲法義務 說一個是今天絕不會來立議院 接受你的那個問答 對不對 所以說一個是 堅持要來 這是這是什麼憲法義務 另外一個說我來就是違憲 那到底哪一個才是賴清德 他還講說賴清德 是不是憲法 白痴 對不對 更誇張的是 接下來他們講說 大法官要自覺啦 你不能夠 你是憲法守門人 你不是民進黨的看門狗 哇 我覺得這個說法是 真的愛羞辱人 對對對 這個大法官我早就說過了 這個法學界裡面 有名的一些知識的 那個學者對不對 對啊 怎麼可以讓你們用這種看門狗 或什麼東西來形容 這個有點 不道德 也不尊重大法官 對啊 好那不管怎麼樣 那接下來你看柯文哲就開始說了 他說賴清德毀憲亂政背信弃義 哎呦 你講得很順 他說已經三讀通過的法律 不合心意 就不打算遵守對不對 他說歷史上沒有一個國家因為天災 被瘟疫滅亡的齁 他通常都是因為怎麼樣 就是因為瘋狂領導人而滅亡 他也是加碼講說西特勒就是一個例子嘛 對不對 哇 但是你是納粹哦 你是西特勒 對不對好 那黃國昌更誇張 你看把自己當太上皇對不對 賴清德總統認為說違憲 去年競選不是說明知違憲的證件 你在騙選票嗎 嗯 你去年現在是違憲 那你去年在選舉的時候 為什麼告訴人家說 我要到立法院裡面 國情報告 而且被尋打對不對 你看他騙選票 所以啊 那個他講說沒有 那個綠齁就綠營的 甚至說你沒有討論 沒有民主對不對 可是現在憲法法庭延遲辯論 不派代表參加 剛開始民進黨確實是這樣 他說憲法法庭的辯論庭 我們不派任何代表去參加 可是今天柯建民改口了 我們一定要去對不對 基於黨團是釋憲的申請人 我自己申請釋憲 我哪有可能不為自己的那個政策辯論 對不對 他希望他就加碼 他說我希望看到 你藍營要派人參加 尤其是點名翁曉玲委員 是應該派大學者來參加 對啊 大學者憲政學者嘛 宣法學者 這樣才懂啊 對啊 你要來 你要說一討好 讓我聽聽 好啦 那不管怎麼樣 現在藍綠白 對於這種 事先申請有沒有 而且他申請那個暫時處分 這件事情 真的吵得不可開交 因為在這個地方 如果這個整個通過的 那個國會改革無法 被你暫時凍結處分了 說真的 藍白真的在立法院 沒辦法穿腳穿手 對不對 那當然綠營的工房就告訴你說 我最好把這個法案 既然我認為是拓權法案 就不能讓你再把權限擴大 暫時處分的用意再講 我避免這個法律適用誤用 造成沒有辦法回復的傷害 所以我當然要提暫時處分嘛 所以我就跟你講說 接下來真的就要看說你許忠麗 那個那個院長大法官院長 你現在的憲政法庭 對於這些爭議 或者對於這些有疑義的地方 你會不會說清楚 講明白 這才是一個重點 好 那不管怎麼樣 現在我剛才講說 藍白先是為了說 你現在給我暫時處分對不對 我穿腳沒辦法穿腳穿手的時候要怎麼辦 所以現在他們就開始 對於很多職權修法 國會職權無法修法 他週三就會上路 禮拜三就會上路了 對就是明天 他就怎麼樣 他就說馬上趕快 趁你現在憲政法庭 還沒有暫時處分之前 我就發出邀請請賴清德總統 依法到立宴國情報告 對不對 咖啡要趕快 不然暫時處分一出來之後 整個法案凍結 你根本就不能動 對不對 那柯文哲現在你看 法律通過這應該是全民的期望 柯文哲最近的態度又改變了 你有沒有發現柯文哲真的是 我就跟你講說 這個人真的是變變變 之前什麼才華法 他要去跟民進黨合作 對不對 而且他覺得說 修那個選爸爸的門檻 他覺得說我沒想要修這個 對不對 這個不是我們最先的 那個包括黃國昌 剛剛講這不是我們的修優先法案 對不對 所以你看 可是他今天就對於這個什麼職權 職權修法有沒有 國會職權法 欸法律通過 這應該是全民的期望 表示他是呼應傅昆琦講的話 對不對 那林思銘講說什麼 假使大法官才一定暫時處分 不管是司法運算 大法官運算 相關人事案等都會有因應的對策與作法 但是把他講大法官解釋 如果不符合民意 現在大家都起屁面了 你有看到反彈很大 強調國會可用的工具很多 尤其下個會期叫做預算會期 大家試試看 哎唷還放話了 我把你錢都刪掉 你錢都不可以用 可是我講實在話 這兩個人對 憲法到底有沒有瞭解 司法院預算跟大法官預算 這個是叫做固定預算 這你不可以隨便動刪除 刪減的啦 你對於司法院的預算 這個視線紋裡面有 你除非說對相關人事案 對不對 因為大法官是憲法保障 他們的薪水 法官的薪水 是已經固定了 你不能夠去刪減人家的薪水 所以這個人事預算 你不可以隨便刪減的嘛 對不對 好啦那賴士寶說 他有很多的手法 很多工具可以使用 那就看他怎麼使用 好啦那我們講說 視線結果 我曾經講過說賴清泽總統 已經立下最後的一個勘戰 他就告訴你說 視線結果不管怎麼樣 朝野都應該接受 他就告訴你說 視線結果了 我完全接受視線的結果 到底是核線迴線 大家都在這裡為止 撞起來對不對 不過他還講說這段時間受到很多改 是企業界 外國商會國際關心 擔憂企業商業秘密 可能不保 所以他就要求說 我一定要提出視線 否則到時候 在你藍白 把你撈下去 什麼調查權 或是說調業權 監聽 那個什麼什麼什麼 聽證權 撈下去之後 所有的秘密全部攤下去 為什麼他會有這種說法 就是因為4月11號的時候 洪孟凱委員有沒有 他執行國客會 他講說0403的那個大地震之後 造成竹科有沒有 台積電這個公司 他說台積電隔天就4月4號 已經恢復了大概有八成的那個 那個那個那個修復嘛對不對 那到底現在損失還有多少 有多少竹科裡面的廠商 還沒有完全恢復 他就希望說 哎你那個那個國客會把資料拿過來 下班之前送到我桌上 可是那個時候我說實在話 那個時候我們看到 這個是竹科管理局的局長王永鑽 他就告訴你說 機台損失或者怎麼樣 我們都可以去估算 硬體損失都可以出 可是因為機台破損壞掉的話 他調整他復原到底造成 我們產能多少損失 這我沒辦法跟你說 為什麼我說實在話 把這個東西的話 牽涉到他的營運商業機密 我今天question任列question多少 是不是在我要發重訊 如果就假的是不是要發重訊 或者在我的財報上面顯現出來 所以這個我沒有辦法提供你資料 所以這個洪夢凱委員 雖然他今天告了吳佩儀 他說吳佩儀說你給我散佈謠言對不對 可是你告歸告 你當天的執行 雖然大家都拿出逐字稿 對不對 但各自解讀 我是講得很清楚 你這個很多商業機密 你不應該在公開的場合 請人家公開出來 好啦那傅崑崎也講 沒有人會去調查台積電 他說賴清德和民進黨 不要污辱台灣 台積電秀下線 那我是覺得說傅崑崎 你在講這些話之前 先約束你的黨籍立委 很多事情在質詢過程之中 該注意該小心的 拜託你 不要在立法院裡面 公開把這些資料 要求人家政府官員把它拿出來 你可以私底下去調閱去調查 不需要在公開場合 把人家的商業機密公佈出來